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SHOCK的Frogman 挖人 那么从1993年G-SHOCK推出了它的第一支相对比较专业的潜水表 叫做G-SHOCK Frogman 挖人 到现在已经将近有30年了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支腕表呢 是G-SHOCK全新的挖人系列 也是G-SHOCK第一次非数字显示的Frogman 挖人 那么很多人说呢没有数字显示的G-SHOCK缺少了它的灵魂 如果作为一支工具表 确实这个数字显示的腕表 可以使人更加快速准确的读取时间和当前的描述 但是这支全新的指针显示的挖人 相比之前数字显示的版本有很多的优点 而且呢也增添了很多人性化的功能 具备更高的可爱性 所以今天影片呢就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支挖人腕表 和我这段时间佩戴的一些感受 那么现在在市场上 针对这款全新的G-SHOCK挖人 基本上你可以买到四款配色 就三款呢是普通版的配色 就这个黑色红色 和我今天要review的这个蓝色 另一支呢是一款限量版 是这个Rimbou Frogman 大家都叫它彩虹挖 那支腕表目前在二级市场的吵架 也要比原价高一点 向我配戴的这支蓝色的G-SHOCK挖人 它的编号呢是GWFA-1000-1A2 这支腕表的原价呢是800美金 我是在eBay的一个店家 叫做OneWatch Owner购买的 他们卖的价格呢要比原价便宜一些 大概是在600美金左右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 我会把我这次的购买链接 放到影片的剪辑栏里面 那么G-SHOCK的挖人呢 是G-SHOCK Master of G系列中的一款腕表 G-SHOCK的收藏家和爱好者 非常喜欢它的Master of G系列 比方说它的猫人 泥王 挖人 都深受G-SHOCK爱好者的喜爱 也非常的具有收藏价值 那么挖人是在G-SHOCK腕表当中 非常经典 而且具备很高辨识度的一只腕表 从外观上看呢 这只腕表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的表带呢 并不是镶嵌在这只腕表的正中央 是有点偏离这只腕表的右边 因为这只腕表呢 是一只尺寸非常大的腕表 它的宽度呢 要达到54毫米 表尔跟表尔之间的距离呢 要将近60毫米 它的厚度呢 要达到20毫米 所以呢 是一只尺寸非常大的腕表 这个大尺寸的表身 会使得潜水员在水下 更加容易的去读取时间 所以这只表带偏右的设计 会使得这只腕表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不会非常容易卡手腕 另外这只腕表的表身设计 也是比较特殊的 并不是传统的这种 表后盖的设计 而是后面呢 是一个整体 为了抵御这个深海的强大压力 它的底层呢 采用的是carbon core的设计 它强度呢 要高于普通的钢铁 很多的等级 上面呢 是两层强度非常大的钢圈 而且旁边呢 有这个塑料材质的保护 会在很大的程度上 增加这只腕表 防水防震的系数 而且这只腕表的镜面 采用的是半球形的 蓝宝石镜面 上面也有加了一层 防反光处理的镀膜 看起来呢 非常的清晰 下面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只腕表的一些 主要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功能呢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就是两地时间功能 那么普通的数字显示的 G12腕表 也具备世界时间的功能 但是呢 通常你需要按很多的按钮 来调整这个时间 而这只指质显示的G12腕表 你不需要触碰任何的按钮 从表盘上看 你可以非常直观的 看到两地时间的功能 在它的七点钟方向 有一个小表盘 记录的是 另一个地区的时间 和上下午 而且呢 介绍了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也有的时候呢 中间这个三针呢 可能会挡到这个小表盘 这样呢 只要触碰上面的这个按钮 就可以把这个时针和分针 移动到一个空白的地方 不会挡住其他三个小表盘 这样呢 非常容易查看 其他的一些信息 另外在它的十点钟方向 有一个小圆盘 显示的是当地时间 24小时的一个显示 在它的三点钟方向呢 一个多功能显示的仪表盘 在普通的状态下呢 会显示当前的星期 如果切换到不同的模式 会显示一些其他不同的信息 在它四点钟和五点钟之间 有这个日期显示 所以这个非常直观的 显示两地时间的功能 是相较于数字显示的 G-Shock的一个优点 另外的一大优点呢 我觉得是这只外表的指针和刻度 有这个夜光显示 通常数字显示的机车外表 如果在夜晚你需要查个时间呢 你需要触碰一个按钮 来打开它的屏幕灯 那么这只外表呢 又有这个功能 你只要触碰一个按钮 它有一个灯在下面 你可以非常直观地 看到这只外表的时间 但是呢 如果在夜晚的情况下 你基本上不需要这个灯 因为它的指针上面呢 有这个夜光显示 非常的亮 在夜晚呢 也是非常容易地 读取这只外表的时间的 这个呢 我觉得是这个指针显示的 挖人的另一大优点 那么除了这些功能呢 这只外表跟老板的挖人 也同时具备了很多计时功能 包括这个正向计时和倒计时 还有记录潜水时间 另外呢 这只外表也有透过GPS 记录潜水地点的一个功能 那么除了这些呢 这只外表具备的是 solar power的功能 如果在这只外表充满电的情况下 即便是这只外表 见不到任何阳光 它也可以保持将近 八个月左右的动能 另外呢 它具有multi band的功能 它可以接受不同国家 包括美国 英国 中国 德国 日本 不同国家的一些 不同的无线电信号 通过这个信号呢 来同步这个时间 使得这只外表的走时 更加的精准 另外的一个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功能 是它的蓝牙功能 那么这只外表呢 可以通过蓝牙 连接到你智能手机的app 通过手机的app 可以非常轻松的 设置这只外表的时间 和一些其他的功能 总的来说呢 我非常喜欢这只 全新的G-Shock挖人外表 特别是这个蓝色的配色 蓝色的表带 而且它上面的秒针 有一个黄色的小圆点 非常的耐看 如果说这只外表的缺点 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尺寸比较大 对于手腕比较小的人呢 戴起来舒适度呢 可能没有那么的高 而且呢 这只外表呢 基本上只适合夏天来佩戴 如果你穿这种 袖口比较细的衣服呢 戴起来呢 会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这只外表的尺寸呢 对某些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缺点 但是呢 作为一只工具表 而且这只外表呢 戴起来呢 就是要show off 看起来呢 会非常的粗犷 也更加的吸引眼球 好了 那么这些呢 就是关于对这只外表的介绍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那边 点赞留言 对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